回心转意,布兹德里克将回归火箭助教团前火箭头号助教杰夫·布兹德里克上赛季,对于球队的防守调教非常成功,他在赛季开始前宣布退休,成为火箭队一个重大损失。 不过今天据休斯顿记事报记者乔纳森·费根报道,这位老教练已经回心转意,将会在本赛季回归火箭,ESPN记者沃随后爆料,趁布兹德里克会很快与火箭高层进行会面,然后在11月末正式回到球队工作。 布兹德里克2016年加盟火箭之前,球队的防守表现仅排联盟第21位,但上赛季,他们的防守数据也已经升至联盟第7,百回合净胜分,更是高局联盟第1,但在本赛季迄今为止的比赛中,火箭仅仅取得三胜五负的战绩,百回合失分达到了111.3分,排名联盟第21位。 布兹德里克曾在十几年前担任过绝筋队的主教练,但在安东尼的第二个NBA赛季,中途被炒了鱿鱼,因为这段渊源,曾有阴谋论者认为,布兹德里克,突然选择退休,与安东尼加盟火箭有关,不过对于这一说法,迈克德安东尼,曾在接受采访时进行了博士。